本视频由托比尔原唱制作 相信很多人在驾校学车过程都是一段值得回忆的经历 似乎每一位教练都有一个相同的怪癖 比如考了科目一才教学员学倒车入库 侧方停车等科目二的项目 约考了科目二之后才教学科目三的实路驾驶 很多人可能认为教练懒或者小气想省油 但这样的安排其实是教练以多年教学经验 以及学员考试通过率总结出来的 一般而言考试科目可以提前网上报名预约 时间间隔也在几天或者更长 这么长的时间完全有足够的时间去练习 但教练却让你先休息 考试前两三天再来练车 因为科目三对于大多数学员来说比较简单 操作流程也能很快地掌握 无非是在驾校练车的基础上 加入了打灯和加减档的操作 但科三的考试重点是对于一个学员心理素质的考验 在实际道路上行驶 不仅要对操作流程的掌握 还要观察道路状况 不能超速也不能压线 很多人第一次练道路的时候都会很紧张 小心翼翼地操作 面对来往行驶的车辆 学员每一步操作都一丝不苟 这样的认真仔细的态度就是照练想要的效果 用这样的态度来考试通过率会大大提升 虽说时间练得越久越好 技术才越有把握 但是很多人熟练以后会有自傲的感觉 认为自己技术好足以应对考试 殊不知却容易忽略细节 比如没机安全带 或者忘拉手杀而导致挂科 所以教练通过两三天不长也不短的时间来教学 目的就是让你既已掌握了考试流程 同时也保持一种认真谨慎的态度 这样才能更好的通过考试